ISCP-1661是一群能自我复制的自动装置 主要由飞机零件构成 以一种随机的,看起来不具功能性的方式组装而成 虽然每个个体之间的组成和运作方式都有高度不同 但在大约中心的位置都有一个类似投足钢生物的眼睛 所有的ISCP-1661都能够通过未知的方式飞行 并且具备快速协调的机动性 ISCP-1661具有一定程度的智慧 每个个体都分别专进于特定飞行器的捕猎和解体 像飞机、无人机、直升机等等 并且被观察到有雷射切割器、多指腹肢和隐形装置等来辅助工作 ISCP-1661喜欢在夜间集体捕猎 攻击飞行中的目标 它们能够在几分钟内完全解体无人驾驶飞行器和空中无人机 并且都会在它们撞击地面前完成 对于有载人的飞行器 为了保证乘客生存 它们通常只会解体其中的非关键零件 这种情况下 ISCP-1661将更加谨慎精确的工作 通常需要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 仔细切除特定材料 ISCP-1661在1948年 因为几起有关飞机机身或机翼失去了小型外部零件的报导 而引起基金会注意 一些乘客声称他们看到在机身外部活动的小型金属物体 使基金会进一步调查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 特工目睹到了几次对诱饵飞机的攻击 使得基金会能以三角测量确定潮汐的位置 1969年4月前往印第安纳州的蒂伯卡努 已废弃的亚伯特真身空军基地 在那里发现了超过300个SCP-1661 正在将回收的材料组成新的个体 大多数个体都从天花板的倒塌部分逃脱 但也有一部分被捕获移工研究 47个非活动个体也被回收 这些个体都没有特殊的眼睛 只在中心有个空洞 其中有两个个体在营救陷入基地设施列峰中的特工时被捕获 在实施收容三天之后 一群SCP-1661个体降落在距离大门五公尺处 并且没有抵抗收容 1971年1月28日 所有SCP-1661开始出现不稳定行为 像绕圈飞行和靠在收容间的两侧 四天后 SCP-1661的前巢穴附近 开始发生许多癫痫发作导致的车祸 基金会派出空军侦察看到 在废弃空军基地底底下的裂缝中 出现一个巨大的生物 它由透明卷须组成 上面有着数百个透速光的眼睛 基金会对它进行轰炸 但没有效果 因为大面积的生物危害 基金会攻击无效 以及SCP-1661的反常行为 基金会决定释放SCP-1661 SCP-1661直接前往巢穴 切除了数只眼睛攻击尸体 怪物试图攻击但没有成功 SCP-1661的动作过于迅速 难以被卷须击重 接着怪物撤入裂缝完全消失 几个处于收容状态下的 非活动SCP-1661被运送到巢穴 在放入怪物的眼睛后 这些个体被启动 SCP-1661因此被正式认定为 这个怪物的收容措施 SCP-4778是一种异常的坐头鲸牙种 它的外貌与一般坐头鲸很像 但身上有其他鲸类都没有的发光条纹 一般坐头鲸以鳞虾、小鱼为食 而SCP-4778以人类废料的副产物 和海洋污染物为食 这使得它们的迁徙路线 与一般坐头鲸不同 SCP-4778组全频繁迁往太平洋垃圾袋 在繁殖季节一位南向 回到温暖水域 被SCP-4778吃下的污染物 会被处理成一种生物僵硬 SCP-4778之一 由碳、氮、氧、氧 和此前未发现过的化合物构成 SCP-4778之一表现出支援 新生海洋生物的功能 在从当地生态系移除污染物的同时 修复由这些污染造成的破坏 SCP-4778之一能使浮游生物繁殖速度增加 珊瑚生长速度加快 恢复鱼类受到的伤害 提升生育能力 生态系更加稳定 所有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速率都增加 人类吃下后会使消化效率增强 胆固醇和血糖池改善 由于自SCP-4778被发现以来 补经活动的增加 在2019年 全球的SCP-4778种群数量 估计已经小于500头 只有153头当前处于基因回观察下 SCP-4778对环境有正面影响 它的异常性质也没有什么危害 因此基因会的超常动物学部门 认为不只不该收容SCP-4778 甚至要对它们进行保育 SCP-4778有能力缓和海洋污染造成的危害 在这情况下比常态的必要性更为重要 SCP-3310是一个9公尺高的树桩 在民间被称为湖中老人 是火山湖国家公园中的一个旅游景点 在多个新闻和娱乐节目中出现 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SCP-3310异常地能够直立漂浮 且在任何时候 都有约1.2公尺的顶部保持在水面之上 如果将它从水中移出再送回 SCP-3310会自动返回这个状态 一般情况下 SCP-3310会环绕火山口湖飘动 当SCP-3310被从湖中移除 或是被固定无法顺利飘动时 会导致两种异常现象的发生 第一异常的气候现象 被称为SCP-3310 Sigma 每次都不大相同 包括浓雾、暴风雨、旋风、雷击、冰雹 甚至是火山活动等 第二异常的未知实体出现 被称为SCP-3310 Gamma 这些实体会试图前往火山口湖 但会被相对应的天气异常所阻止 例如巨大的蛇形实体 无法快速穿过暴雨缠身的泥浆 5到6公尺大的鸟类实体 试图飞向火山口湖 但无法在旋风下保持飞行 并反复撞向地面 大量的权撞实体一起奔向火山口湖 大多数都遭到SCP-3310 Sigma的雷击 在火山口湖中有一座巫师岛 岛上的一块巨石写着 一些墓碑标志死者成眠的地方 而另一些则是为了束缚死者 Lao 的是后者 Lao 是美洲原住民 Klamas部落神话中的神明 在这个神话中 SCP-3310 和Lao 是最强大的神 彼此交战 SCP-3310 统治着天空 并统治着动物重灵 Lao 统治着地下世界 并统治着怪物群灵 有一天Lao 和SCP-3310 互相争斗 Lao 击败了SCP-3310 并杀死了他 他掏出SCP-3310 的心脏 然后回到了他统治的马扎马山 Lao 邀请了所有的灵体来到马扎马山 以庆祝他的胜利 甚至为SCP-3310 效力的动物重灵们也来了 Lao 举办了许多比赛和庆典 来庆祝这次伟大的胜利 其中一场比赛是争夺SCP-3310 心脏的运动 在比赛期间 动物重灵得以从怪物群灵中偷走心脏 他们带着神的心脏从活动中逃离 藉由这颗心脏 他们成功地复活了SCP-3310 SCP-3310 复活后 再次挑战Lao 这一次他成功击败了Lao 他将Lao四层碎片 并将它们扔进火山口湖 让怪物们相信 这些碎片是Scale的碎片而分食它们 然而当Scale将Lao的头颅扔进湖中时 怪物们认出了它 而没有吃掉 Lao的头颅变成了巫师岛 怪物群灵在失去主人的绝望中随风消散 再也看不到了 动物重灵开始以凡人的心态走向世界 他们统治世界直到今日 简单来说 SCP-3310束缚死去的Lao 当它被干扰时 怪物群灵就会出现 试图前往火山口湖复活Lao 而Scale则会用各种异常天气现象来阻止它发生 为了避免Lao的复活 基金会没有修用SCP-3310 而是防止任何对SCP-3310造成的干扰 是对抗犯罪这个概念的物理化身 通常在晚上的执法行动中 当罪犯占有优势时 会出现提供援助 它外表是一个年龄不明的男性人形生物 穿着宽便帽和长大衣 自称为 The Spectre 它会在成功援助后消失 在消失前 为了再长者进行简短的对话 对话中 曾表明自己的兴趣是看电视 上网 玩电玩 SCP-4494 同时有微弱的物理异常性质 它吸收了可见光谱中的大部分光线 让它看起来几乎完全是黑色 它能够凭自己的意志 改变披风的长度 但只用于做出戏剧性的夸张动作 在文本中提到它的时候 设置它的文字总会以戏剧性 且风格化的字形呈现 当口头提及 SCP-494 的时候 出画者总是使用戏剧性的低语 如果 SCP-494 无法成功帮助触发其显现的群体 那么试图阻止非法活动的概念 就会开始崩溃 这个效应会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率扩张 在这范围内的人将会无法形成 犯罪时必须被阻止的事情的概念 导致受影响的人 立即停止所有民间 地方和政府的执法活动 扭转这种影响的唯一方法是让 SCP-494 成功地协助执法组织 阻止正在进行的犯罪 不过虽然 SCP-494 似乎认为基金会是执法机构 但是执法不是基金会的义务 因此在实地的基金会人员 很少受到这种效应的显著影响 SCP-4200是对三个科学家 Timothy Noble, Eric Myers, Bernard Cayman 的总称 他们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此计划制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引爆实验 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发生故障 使得武器提前爆炸 三名科学家与周遭的物体全部消失 调查发现 这三名科学家在爆炸后 被困在一个神秘的空间 这空间称为SCP-4200之一 SCP-4200之一是一个现实裂片 直径约60公尺 SCP-4200之一内的时间流是非线性的 可以回溯性流动 错乱流动或完全不动 它的边界有一种不明的黑色物质构成 有理论认为 这是在某区域内 突然缺失现实后 形成了一种图成物 在SCP-4200之一中 这三个科学家融入到共识现实中 他们有能力影响我们时间线内的世界事件 他们能操控人的行动和思想 对物体也能在物理上施加影响 SCP-4200已经引发了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诸如美国成功开发核弹 登月和苏联解体 将SCP-4200从当前状态移除 会使其行动从历史时间线被一并抹除 造成历史改变 基金会将其中一位科学家 SCP-4200-A 从融合状态中取出 这引起了CIA支持的智利 瓦地马拉 巴西政变的事件发生 为了避免时间线发生改变 欧武议会一致决议 不得将剩余两名SCP-4200人员巡回 剩余人员应被永久地留置在SCP-4200之一内 以上就是五个不该被收容的SCP 都是阿康奇的SCP 之前有讲过 阿康奇异常就是收容所造成的损失过于巨大 而不应被收容的异常 收容这些异常通常没有好处 反而会带来更多伤亡 在SCP-4634这支影片的留言中 有人希望我做其他阿康奇的SCP介绍 就是做了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注重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